政府宣布由7名涉嫌濫發免針子的私家醫生 所發出的免針子10月12日開始失效 當局9月初向私家醫生發出的新冠疫苗指引 其中有8類人可以獲發免針子 第一曾經對疫苗有嚴重過敏反應的人士 都應該先諮詢過敏科醫生的意見和評估 有些嚴重藥物過敏師的病人 可能對疫苗入面的腐料罪愈易純過敏 他們也可以選擇不含PEG的科興疫苗 直到病情穩定才考慮接種 第二正進行化療的癌症病人 免疫抑制法或者令疫苗的成效大減 第三短期內曾經接受B細胞免疫抑制療法 相關人士可以在停止治療後3至6個月才接種 第四短期內曾經接受打黑龍抗體 或恢復血漿治療的人士 可以在接受治療後至少90日接種 第五短期內曾經接受造血降細巴移植的人士 可以在移植器官之後3至6個月接種 第六曾經對新冠疫苗有嚴重過敏反應 例如持續或顯著殘疾等等 在註冊醫生評估後就可以獲豁免 第七新冠肺炎的康復者 如果是未接種疫苗的人士 在康復後30天就可以接種第一劑 第八患有不受控制的嚴重慢性疾病 以及急性疾病的人士 例如糖尿病或高血壓控制得不好 直至病情受控才考慮是否要接種 第七新冠肺炎的康復者 第七新冠肺炎